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当年《一场游戏一场梦》这张专辑一上市就引起了超强的反响 三个月内正版专辑已经售出70万张 在中国台湾排行榜冠军之位连续霸占了很久 最终经过数据统计仅正版专辑 多年累计销量高达1800万张 一时间歌坛新秀王杰的这个名字传遍了大街小巷 主打歌《一场游戏一场梦》也被传唱至今 在台湾获得小有成就后 王杰将眼光放到了香港歌坛 要知道当时谭永林和张古荣已经是天王争霸的局面 而王杰的加入成功挤进了这场战争 三年时间王杰先后发布了13张专辑 几乎不间断地举办演唱会 迅速打开了自己在香港乐坛的市场 1990年在《红看》的一场演唱会是属于王杰的 这是第一位在《红看》开启演唱会的台湾歌手 横空出世这四个字用在王杰身上毫不为过 他宛如一场暴雨 毫无征兆地就降临在这片大地 一时间所有人都赌不过王杰的洗礼 随着张国荣的退出 谭永林也走下乐坛 香港乐坛已经出现了短暂的空窗期 而台湾来的王杰却霸占了整个音乐市场 看到如此一番场景 演唱会之父张耀荣 集合了香港三剑客 偶像派歌手刘德华、黎明 实力派歌手张学友 加上刚转回香港的小旋风郭富城 组成了四大天王 面对最受年轻人欢迎的四位偶像流行歌手 听众自然被分流 王杰也因此损失了不少粉丝和利益 但是在日后的采访中 王杰曾自信地表示 四人对其没有压力 确实如此 虽然四大天王的实力有目共睹 但王杰也不是吃素的 在1992年 王杰已经推出了十余张专辑 每张都以优异的销量 夺得当年年度大奖 在9月 他的单曲专辑回家面试 丝毫没有准备宣传的王杰自信发出 直到销量统计突破70万张 大家才明白 原来王杰狂是因为有底气 也正是有了这样的杰作 不少人再次将四大天王与王杰相比较 在不少王杰粉丝眼中 四大天王不过是娱乐圈包装下的结果 而王杰毫无包装 仅凭一个人就可以打败他们 之所以不少人觉得王杰才是歌坛天王 还有一个原因 是他对音乐的专注 在当年 四大天王秉着全面发展的理念 在娱乐圈横行霸道 影视圈广告圈 几乎所有位置都有他们的存在 而王杰单单做音乐 一做就做了这么多年 人一旦受到争议 就不会仅限于视野 在王杰做红后 身世也被扒得金光 直至现在 有点风吹草动 都会走向舆论巅峰 在王杰出生时似乎就注定了要走进娱乐圈 王杰的父亲是邵氏知名演员王霞 他的母亲也是其公司的演员 放到现在来讲 一个名副其实的新二代 三岁时 王杰就已经进场演戏 先后与父亲合作了不少作品 便回学校学习了 在王杰的回忆里 父亲和母亲对其的管教并不多 每次管教都是以拳打脚踢为主 王杰经常被作为出气筒 无数次都是以警察的到来才结束了双管齐下 12岁时父母离婚 王杰被送往寄宿学校 他不仅没有难过 反而松了一口气 无人管辖的王杰仿佛一个孤儿 心没有人看望 甚至连学费都不再有人受理 王杰只能靠自己在课余时间打工 争取学费 如此年纪就经历了这多事情 这难免对王杰的心理造成了影响 还好有一位真心关心他的音乐老师 不仅作为朋友开导他 还指导王杰发展自己的音乐才华 在一次闲逛中 王杰救下了一位被流氓欺负的小姑娘 英雄救美的套路 以身相许的结局 两人心心相惜 展开了一段恋情 这时王杰17岁 这个小姑娘只有15岁 两人相识本来就够戏剧性 而之后发生的事情更是让人大跌眼镜 两年后 19岁的王杰要与17岁的女友结婚 为何 因为他把人家肚子搞大了 王杰的责任心要求他娶了女友 于是在小屋子里拿着面包和养乐多 举办了一场简陋的婚礼 直到结婚时 王杰才知道女友的全名 为了给女儿上户口 王杰不知道该如何是好 只能选择服兵役 为了让妻子和女儿安稳一点 王杰将两人带回了家中 寄托给母亲照顾 可是当他扶兵役回来时 女儿还在 妻子却不告而别 在多年后 王杰成名 还曾想找回妻子 却没有结果 真有心 80年代末 已经爆红的王杰 与台湾著名歌手方文林 曾有过一段恋情 两人都处于事业的上升期 自然少不了人 来阻拦两人的关系 为此方文林不惜与恩师刘文正翻脸 导致唱片销量持续下降 而这段感情最终 也没能有个好的结局 直到1993年 王杰与相识四个月的莫其文举办了婚礼 两人间的关系才彻底断清 婚后 他与莫其文的生活并不和谐 经常爆出争吵的消息 短短四年 两人公开离婚 闹得不可开交 最终 儿子判给了前妻莫其文 媒体对于王杰离婚的原因 曾爆料过 他酗酒赌博 还家暴 不仅脾气差 人品也差 媒体的传言 对于王杰来说毫无关系 王杰只在乎法院判他十年 不能与儿子见面 这对于一个父亲来讲 无疑是痛苦的 而两人究竟为何离婚 无从得知 如果说离婚激励了王杰的创作 那么王杰所经历过的一件意外 才是真正让他一辈子 都走不出来的痛苦 2007年 王杰与公司的合作到期 决定不再续约 可是他却万万没想到 苦难正慢慢向他袭来 就在这一年 王杰在一家公司谈合作 其中一个人递给他一杯喝的 当王杰喝下这杯水后 彻底崩溃了 当时那杯水中 不知道被投放了什么药物 他喝下后 突然间就什么声音都发不出来 整个脖子肿胀到与脑袋一边大 两只眼睛肿胀的 仿佛要爆出来一样 在随后经过医院的检查 王杰称应该是中了化学毒 而被下毒后的王杰 声带受损 嗓音从此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在多年后 成龙曾对此事发表过看法 表示下毒人的身份不能被爆料 不然会引起整个娱乐圈的轰动 这也间接揭露了娱乐圈的黑暗 而王杰成了最大的受害者 不仅不能将仇人公司和名字爆出 还要独自承受被下毒的后遗症 一代歌王也从此走上了下坡路 13年来 很多人仍觉得王杰被人下毒 造成嗓子受损 是在欺骗大家 一度怀疑王杰嗓音破坏 是因为他长期抽烟喝酒的原因 在王杰被下台后 上过无数次采访舞台 经常靠曾经来争取一些眼光 而这引起了不少媒体的议论 不少人都说 王杰谎话连篇 自己都圆不回来 在一档节目中 王杰曾表示 王杰不是自己的原名 而是在19岁 与第一任妻子结婚后改的 可是根据当年 对王杰父亲的报道中显示 王杰夫妻有一位7岁 名叫王大为的男孩 应该就是在讲王杰 在另一部影片的最后报幕中 又以王杰的名称出现 以此看来 应该是两个名字都在用 而他曾在节目上 多次提起母亲爱赌博 都是王杰帮他还债的 声称自己经常被债主求还款 还表示自己的房产 被一动动的变卖 钱款都被母亲收入囊中 可是王杰的房子 如果想变卖 必须要经过他的手 才会卖出吧 如果不经手 母亲又怎么可能直接变卖呢 王杰经常在节目中表示 自己受到过众多伤害 严重的时候 说他全身大约有22处 曾骨折过 全身夹起来缝了八九百针 这成骷髅人了吧 王杰称自己为了隐藏伤疤 几乎不敢穿短袖短裤 这个意思难道不是在讲 胳膊腿都有伤疤 然而谎言自己都远不回去 在他的演唱会中 身穿背心的王杰身上 除了手臂的一小块伤疤 几乎看不出其他地方 有什么不对 还有他秀出的泳池视频中 我们也没能看出 哪里曾缝过真 这难道是被害妄想症 在王杰的眼中 自己就宛如神一样存在 当然这在歌坛 他确实曾经如同神仙蹦出 可是王杰不仅将自己当神 还要批判一众被大家送养的歌手 四大天王 张学友 陈奕迅等众多知名歌星 在王杰的嘴里都变得不堪 看完上面这些言论 似乎能理解 为何王杰会被人下毒了 如果王杰能与同行间和谐一点 或许现在的歌坛 将会是另一片天地 2018年 王杰付出后 发表了一张名为 我知道我是一个 已经过气的歌手 在专辑名称中 我们就已经感觉到 王杰对自己 曾经辉煌时刻的怀念 而2019年的演唱会上 王杰更是直言 自己请不来嘉宾 希望观众原谅他 面对曾经超越天王的 顶尖歌手 如今却变成 毫无自信的中年男子 在场的粉丝们 挥泪呐喊 我们是来看你的 不要嘉宾 面对粉丝的支持 这位饱饥沧桑的歌手 也忍不住红了眼眶 用他曾遭受意外的 沙哑嗓音 为粉丝献上 一首首经典歌曲 在娱乐圈中 背后手段 是我们作为普通人 想象不到的 尤其是上世纪 群雄争霸的年代 但是就王杰而言 他出道后 就一路攀登至巅峰 无数人将其视为偶像 而他的人品 似乎并没有跟随 事业的上升 而更加美好 或许这就是王杰 与四大天王的区别 好了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 如果您喜欢本期视频 欢迎点赞订阅加转发哦 我们下期节目 不见不散